各位久等,Quest 3来了 三年前的Quest 2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VR产品 卖了2000多万台,非常厉害 而今年的Quest 3在性能上不仅超越了Quest Pro 相比类似价位的其他头盔更是遥遥领先 用一个大家都懂的比喻 这次升级堪比次时代 如果你现在想要体验VR 那Quest 3就是现在绝对的最优选择 诶,等等,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Quest 2在诞生之初也是一样的鹤立鸡群 VR还是没能像手机甚至游戏机一样走进更多家庭 VR真的是未来吗 这个问题在我体验了Quest 3之后豁然开朗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边来看这个性价比最高的VR头盔 现在能做到什么 一边回答,VR最可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Quest 3这次换代的重点不在屏幕而在镜片 屏幕进步不大,依旧LCD 同款色彩对比度,刷新率维持默认90最大120Hz 单眼分辨率有提升,升级到了2046x2208 小锐利了一些 镜片这次是一步到位了 从菲尼尔换成了Pancake 不仅告别了炫光色差这些画质问题 非常清晰锐利 而且镜片的Sweet Spot最佳范围非常大 很容易就能找到清晰的位置 至于FOV 我实际测试的人眼有效可视角度是横向108度 纵向99度 虽然还是比不上index 但已经比Quest 2大很多了 比Pico 4要略好,很棒 作为一个VR头显最重要的素质 也就是画质 Quest 3从二代时期的勉强过的去 一跃变成了这个重量级的第一名 而这甚至不是它提升最大的地方 性能才是 Quest 3是一台VR一体机 不需要依赖PC等其他设备就可以独立运行 运行的怎么样 完全取决于驱动一切的大脑 Quest 3的大脑不是进步 而是进化了 新芯片高通骁龙XR2 Gen2 配合8GB内存 性能提升了接近一倍 所有的交互都感觉非常灵敏流畅 浏览起来也很舒服 游戏内的表现就更是惊艳 很多Quest 2游戏都对Quest 3有专门的升级 比如Expire 2 行驶走肉圣徒与罪人 贴图 材质 光影 分辨率 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提升的幅度不比PS4到PS5小 感受最明显的是红色物质2 不仅画面 场景细节丰富了很多 新芯片还允许游戏里显示 非常真实的动态阴影 虽然还不是光追 但也效果拔群 画面玩具质感少了很多 整个更可信逼真 光影对比更强烈 非常漂亮 有点PC游戏的气质了 至于串流玩Steam VR游戏 Quest 3的WiFi 6E在国内用不了 但依靠Virtual Desktop 光学表现和很多用户小细节 Quest 3又成为了我的最佳PC VR头盔 当我戴上Quest 3 最大的感受就是 头上的压力更均衡了 多亏了Pancake镜片的特性 Quest 3比上代更薄 重心能离面部更近 虽然体重增加了12克 但感受上反而颈部压力会更小 绑带从一条裤带变成了两条 会给人一种更加贴心的错觉 实际感受还是一样差 甚至更容易拉扯到头发 强烈建议第一时间换第三方头戴 同具换成了旋钮连续调节 范围58-70 非常宽容 面罩的深度也可以在这里伸缩 很巧妙 手柄 我从来没有介意过的那个圆环 被砍掉了 追踪水准依旧 震动手感也细腻了一些 Quest 3最最最最最本质的变化 是摄像头 正面从之前的四个红外摄像头 变成了三颗药丸眼睛 有点像玩具总动员里的外星人 里面放了两颗红外摄像头 两颗400万像素的彩色摄像头 和一个能感应深度的激光雷达 加上两侧的小摄像头 一共六颗摄像头加一颗激光雷达 它们可以一起实现 革命性的穿透效果和手势追踪 穿透出来的整体画质呢不错 能看清环境和人脸 只要离得近 还能看清手机和电脑上的字 手势追踪的延迟更低也更准确 点击 滑动 捏住拖拽 花点时间习惯之后 不会觉得比手柄差很多 整体虽然比不上Vision Pro 12颗摄像头带来的纯响体验 但也已经脱离了噱头的范畴 能为日常使用提供更自然的交互体验 Quest 3在硬件上的升级很次世代 如果你有想要体验的VR应用或者游戏 Quest 3都是目前最好最有性价比的选择 作为一个AR VR的常先者 也感到很欣慰 但是三年过去了 我时常会问自己 我怎么还在常先呢 本质原因是 我们能用VR头盔获得的体验 并没有跟着硬件一起进步 即便是这次超强的Quest 3 也没带来任何能打的独占软件 它只能用来获得被不断优化的旧体验 回想我刚玩VR的初衷是半摔期埃里克斯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3A VR游戏 应该有的水准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在期待 期待像这样的游戏 能跟着硬件装机量的上升 源源不断的出现在玩家的面前 但很明显这个期待落空了 这个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僵局 在Meta卖出了2000万台Quest 2后 也没有被打破 依旧没有足够的开发商 愿意专门为它开发优秀的游戏和应用 在我分别体验了最强和最亲民的VR头盔之后 我想明白了 VR没有未来 或者说VR游戏的未来不在眼前 真正的近未来是 MR混合现实 MR、AR广义上意思差不多 但大家约定俗成的用MR来特质 用相机穿透通过屏幕显示给人眼的AR Vision Pro也是这种 之前的Quest Pro和Pico 4也能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但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现实中的物体 这些游戏中的虚拟3D模型 没有办法跟他们交互 很容易出戏 Quest 3有了激光雷达 那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扫描房间中的实体 生成一个有深度和体积的地图 墙、沙发、桌子、毛绒玩具 它们的表面曲线都能被绘制出来 就像这个MR软件Figmin XR 这些蓝色的一坨坨的东西 就是Quest 3通过激光雷达绘制的房间立体图 我来拿一个头子 把它放在我现实的头子上面 哦 放住了 还会弹跳 还可以放在沙发的斜面上 乌鸦的圆桃袋也被识别了 放个锤子 哎 掉了 重心在锤子头上 这个很合理 这个MR应用在向我们展示 目前头盔能理解场景深度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虚拟物体和现实物体实现可信的交互以后 能够带来巨大的真实感和欺骗性 而视觉上自然不突兀 虚拟的物理和现实的物理统一 MR才有机会被更多人接受 而不是被当成一个挺好玩的demo 这也是Vision Pro再读的可能性 当然 Quest 3和25000的Vision Pro比差距还是有的 Quest 3的视觉穿透能感觉到延迟 近距离的物体画面还会有一些抖动 抬起手的交互不如眼动省力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VR游戏从2016年到现在 很多公司努力过 硬件也轻便进步了 卖了也不少 但是VR还是没能从长鲜者走向大众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和曾经的3D电视有点像 还记得3D电视吗 买电视送3D眼睛的那个 2010年代初 所有在卖的电视基本都是3D电视 LG 索尼 三星都在狂推 但没有用 即使最开始卖出去很多台 但他们都没有长期维持住消费者的兴趣 最终还是死的悄无声息 为什么 因为内容不足 价格太高 体验不变 而且内容制作成本也很高 这些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昼现于头盔使用不变 和大型游戏的开发成本 VR上最流行的游戏 都像街机游戏 短时间一盘让人活动活动 Meta在短期内很难说服 真正的一流开发者去为它开发大型游戏 也很难再让装机量有质的飞跃 所以MR可能真的才是这一切的出入 因为MR里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的还是2D的事情 看2D的内容 办2D的工 它要代替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屏幕而已 拿到Quest 3之后 我还带着它用之前Quest Pro上体验过的半工App 接上MacBook用了一会儿 清晰度差点意思 软件也有些bug 头盔有点闷有点压脸 除此之外我的体验算是很好 好处是沉浸 可以躺着看 屏幕也够大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把窗口留在原地 带着头盔出去倒杯水 回来那块虚拟的窗口还在那里 定位非常稳定 感觉还是蛮神奇的 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一个带着它办公的未来了 或许是Quest 5 或许是Apple Vision Air 等到那个时候 它们能大范围的代替电脑和显示器 硬件先大幅流行起来 VR游戏可能才会真正迎来春天 在那之前如果大家有想尝试的VR体验 或者只是感到好奇 那Quest 3会非常适合你 最后是Q&A 关于购买建议都在这里 Quest 3能玩什么游戏 除了Alex和Beat Saber 可以试一试行尸走肉 圣徒和罪人 生怀危机4 都是一看截图就知道是啥的游戏 还有现在免费赠送的 阿斯加德之怒2 12月解锁 刺客信条 Nexus VR 下个月也出了 Quest 3的价格是多少 Quest 3 128G版本的定价是499美元 差不多是3700块左右 512G是4800块 是Quest 2的1.5倍 但多出来的每一分钱绝对是值的 易用性 软件生态 画质 舒适度 性能 五维健全 戴眼镜怎么办 镜框不宽的话 塞进去问题不大 是有空间的 当然可以定制专门的近视或者远视镜片 养声器还是耳机呢 这次养声器音质进步非常大 低频多了很多 很顶用 但是如果要追求更好的声音 那还是要插耳机 续航怎么样 头盔呢是两个半小时完全够用 手柄的电池仓多了方便的释放按钮 还是用的5号电池 续航一如既往的好 卖下账号怎么办 现在好班多了 一般卖你机器的淘宝卖家都会帮你解决 网络啊 账号 消费这些问题 都可以直接问淘宝 我已经有了Quest 2 需要升级吗 吃灰的话建议还是直接卖了 不吃灰建议卖了 然后买Quest 3 最后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这就没办法假的 好吗 味道